舌头有裂纹就是脾虚吗 阴虚阳虚金窥都是有可能的 很多人遭静止的时候伸出舌头一看 会发现舌面上有裂纹 就会想是不是脾虚了 其实这样想也没错 但是脾虚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像阴虚阳虚金窥也可导致舌头出现裂纹 今天来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首先来看阴虚 中医认为舌头就是我们身体内在健康的一面镜子 身体内部有什么变化 都会在舌头上反映出来 阴虚导致裂纹舌就是体内精液太少了 也就是水少了 身体得不到滋养 就像长时间没有浇过的土地 是不是会裂开变成一块一块的 阴虚引起的裂纹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一般这个舌头除了有裂纹外 舌质也是比较红的 舌苔很少 想这种情况呢 就要注意滋补阴液了 再来看阳虚 这种舌头的裂纹与阴虚裂纹 恰恰相反 中医认为阳虚则身泪寒 我们还是把它想象成一块土地 天太冷的时候 土地是不是会出现冻裂的情况 裂纹就是这么来的 这种人的舌头呢 往往舌头是蛋白的 舌苔也是白的 这种条理叫从补羊入手 最后呢是金亏 中医上讲 肾长精 精能化气 它是生命的原动力 就像一个电池一样 持续不断的释放着电力 供养全身 舌头也是需要圣经乳养的 如果圣经不足 气血阴阳都不够 舌面就会出现裂纹 像这种裂纹呢 往往比较细 而且不满了整个舌面 同时还伴随着腰细栓软 身体早摔 牙齿中洞 须发早白等情况 这个时候就需要以 补肾填经为主 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关于裂纹舌的内容 大家都明白了吗 如果你弄不清楚 自己的身体状况 建议及时就医 在医生指导下去用药 不可盲目用药